Hello 大家好 現在又是夜深的時間 我想拍一個10月和11月的最愛 其實我10月沒有拍到的 因為10月只顧著去旅行和Halloween的東西 我沒有特別試到什麼新產品 用來用去都是那些 到了11月 現在兩個月了 其實用的東西都是差不多 因為沒有什麼去試新的東西 我有拍過一些 makeup tutorial 但我實在買得太多東西了 未能試真 我又有新的化妝品玩 所以我這兩個月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是超級喜歡的 但也有幾樣東西我覺得可以說一下 就真的不多 大家如果有興趣看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我由什麼講起呢 我由面部的化妝品開始講起 其實全部都是化妝品來的 這個Rimo的三合一 Highlight Contour和胭脂 我之前在跟他們合作的影片裡 都有介紹過這件東西 有用過的 我覺得很好的是 它一盒很細盒 很扁 很方便 我之前帶了它去旅行 我也覺得真的很好 因為如果不是 我就要帶三盒東西 一盒真的完成了 還有它這個胭脂 這個是幾號色呢 這個是003號色 它這個胭脂也真的挺漂亮 真的挺像NARS的Orgasm 因為是一個橙粉紅色 然後有一些金色的highlight 其實塗了這個 臉已經有一點點高了 再塗上這個highlight 雖然這個highlight 就不算是超級厲害的 但是我覺得簡單單 如果你去旅行 要化些日常妝 是絕對夠用的 還有Rimo是超級便宜的 所以我覺得 這盒東西 我是非常推薦的 上次推出他們的活動 可以選擇禮物 我也選了一個 淺色一點的 這個002 Coral Glow 如果你怕這個 太深色的話 就可以選擇002 不過其實他們的顏色 也挺像的 我個人也會選擇003 因為我覺得002的contour 可能會有一點點淺色 那003我可以輕手一點 這樣上去就會淺色一點 如果我想要一個很誇張的contour 我也可以重手一點 就會深色一點 而且這個胭脂比002這個好看 002這個是比較粉的橙色 那我又覺得 如果你們想買 就去Wassens看看這個003 應該好像 100元 還是 100元 總之是很便宜的價錢 然後就是Urban Decay的 all night setting spray 這個是我之前 在Sephora Favorite 那盒裡面 有的 其實我沒有用過 setting spray 是不是大香里 應該很多人都用過 那為什麼我會喜歡它 就是有一天去Clock & Flap 其實我那天 下午 可能12點到1點 已經化完妝了 這樣噴了幾下 然後妝呢 去到晚上 我回到家 那個粉底也是很貼 我不知道是 關不關那個粉底事 我那天就是 把這個Dior的Forever 的Foundation 混合 Mac的Studio Fix 再混合 Estee Lauder 這個Double Wear Nude Water 三支混合 然後再噴了這個 那個粉底 我回到家 還是跟我出門前 是差不多的 而且那天 Clock & Flap是下雨 然後我臉又淋完雨 我回去看一看 哇 粉底還那麼新 這些位置是完全沒有移動過 我覺得很厲害 之後呢 我也有繼續用這一支 我發現用了它之後 妝真的保持得好很多 那如果你的粉底 或者Cushion 是比較容易用的 噴了它 也會長長很多 這個也是 Rimo的Brow Shake Filling Powder 這個我之前和Rimo的合作片裡也有用過 它就是一支 不知道為什麼可以Shake 但我不明白它的原理是什麼 其實它叫Brow Shake 但那個Shake對這支沒有影響 打開 它會有一支棒棒的 就是眉粉 現在可以試一下給大家看 最重要是打開它 因為它會掉很多粉 否則會有點難控制 因為它會掉下去下面 但是呢 你打開了多餘的粉之後呢 你想填一條眉 填到很深色都可以 否則你用眉筆畫 很難畫得很緊 用這個真的很緊的眉筆 可以設定 給你們看一下 很厲害 超厲害 不過真的要控制一下那個 怎樣用 否則真的會掉到四處多的粉 但我真的挺喜歡用這個 如果我要化歐美妝 要眉筆是很緊實的時候 我一定會用它來 填到死了 我現在的妝 弄得很不對稱 這條眉筆 真的可以填那麼多 糟了我瘋了 很深色 現在變了鴛鴛眉 對啦 所以如果你們化開歐美妝 想眉筆是很緊實 很銳色的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眉粉 算了 我填到這一邊 大概是這樣 大家不要判斷我今天的化妝 因為我都是 隨便搭點顏色上臉 然後就錄完這個影片 然後就睡覺 因為其實我剛才在玩少少少化妝品 玩一玩一玩 不如拍一個 最愛的影片 拍完就要睡覺了 所以大家不要管我臉 一會兒就擦走它 至於眼妝 我是隨便亂搭點顏色上去 所以不要問我的眼妝 會不會做tutorial 是不會的 至於嘴唇呢 好了 那我講唇部的產品 這個DHC的潤唇膏 這個我想很多人去日本都會買的 其實我是大香里 上一次去 不是東京 去大阪那時候 我自己無聊走進店裡 看到人們說熱賣 就隨便拿了一支 我之前沒用過 我現在知道它為何很熱賣 因為其實它真的很潤 晚上睡覺前 我就不會塗它 晚上睡覺前 我就會塗Elizabeth Arden那個 8R Cream 那這個就是我平時 帶出家用的 因為8R Cream那個 我沒理由帶了整支 我又試過把它放入 那裡 但是呢 它裡面的東西 溶了就會漏到周邊 所以就不行 所以我日後呢 就會帶著這支潤唇膏 在任何我嘴很dry的時候 塗 我的嘴都算很dry 而且我不是經常喝很多水 有時候缺水的嘴都dry起來 我覺得這個也ok 不是很多潤唇膏 我真的覺得很潤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ok 真的ok 接著呢就到唇膏了 那其實有三支唇膏 那第一支呢 就是現在在我嘴上的這一支 這個是Jeffree Star 上年聖誕節Limited的顏色 就是這個Pumpkin Thai 那其實我知道呢 現在說來也沒用 因為沒得買了嘛 那不過它也是我今個月的favorite 因為我覺得這個顏色呢 是非常之適合秋天使用的 那如果大家想找類似的呢 其實Lime Crime有個叫Pumpkin的顏色 好像比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有一點點 這個顏色有一點點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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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我想買那個買不到的 那個都是這些橙橙的啡啡的顏色 我覺得Liquid Lipstick是比較少出偏橙啡色的顏色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這一類的顏色呢 可以去看一下Lime Crime那支 第二支就是我之前在剛剛的P.R.Unboxing裡面也有給大家看過 這一支Toni Moly的Lip Tone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塗Lip Tint 這個Lip Tint是Felvet質的 顏色是不是很鮮明 唯一一個小小的不好處就是 它有一點點…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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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假的史多啤梨味 就像… 那些… 那些小小的香蕉味 第三支唇步的產品就是 Dior的Liquid Lipstick Ruch Dior Liquid 那這個是Metal Finish 即是Metalic Finish 那是979號 Poison Metal 那其實我塗過一次而已 但是我一定要把它放進這個Favorite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顏色 而且很喜歡它的質感 亦都很喜歡它的味 它這個味道未必每個人都很喜歡 但是我塗上咀道之前 我是不知道是這個味道 那它有一個… 爽身粉的味道 我很喜歡爽身粉的味道 然後呢 它的顏色又很漂亮 糟了 我用左手 有一點點… 塗不了 然後它是很容易Blend 你看看它 很容易Blend 讓我塗好一點 因為我不是塗得很好的 用這個手 完全是廢塗 左手 我塗到水 因為我控制不了光力 它這個顏色 它這個顏色也是非常有心思 你看到它的顏色中間是凹了下去 然後存著一堆的Liquid Lipstick 那你塗的時候 就一定會有一堆Liquid在裡面 你可以塗上咀道 我覺得很加分 那塗上去就大概是這樣的顏色 那這個就是它的Metalic Finish 那為什麼塗了一次就這麼喜歡呢 就是因為我塗了上去 又是去了Cock and Flap 然後全程的嘴都覺得很舒服 不覺得塗了Liquid Lipstick在上面 不覺得有一層東西 不覺得抱著 雖然喝東西吃東西是會脫掉一點的 但是你再補上去 它也不會黏在一起 或者會令你的嘴有任何古怪的狀態 仍然是很Blendable 很順滑的 我覺得很舒服 這個Liquid Lipstick 我都忍不住買多了一支Metalic Finish 我不知道兩支會不會有不同 因為始終Metal跟Metal的質感 可能是不同的 所以那支我會再試一下 然後我會再更新給大家聽 如果大家很想試一下 一些深色一點的唇膏 或者想試一下Metalic的唇膏 又怕太誇張 可以試一下這個 它Metalic塗上去 你不會覺得 嘩 你搞什麼 你的唇膏反光 超奇怪 它真的很有型 而且很漂亮 我現在試一下塗一點給大家看 我先擦走它 我現在的唇膏是 剛才給大家看的 Jeffree Star 我覺得試給你們看是最實際的 你看 塗了一下 它的唇膏是會有點軟 所以你塗的時候 可能它會動來動去 你看我塗了一下 我完全沒有把這支唇膏放進去 它這個唇膏真的可以 藏起來很多產品 我塗完之後還有一些在裡面 你看到嗎 就是這樣 顏色是不是很漂亮呢 而且唇膏很舒服 牙又好像看起來很白 超級喜歡這支 如果大家喜歡塗深色的唇膏 我推薦大家去買這一支 或者大家很想試Metalic的唇膏 又怕很浮誇 也可以買這支 它是Metalic 但你不會覺得是十八銅人 而且是很易卸 也不會殘留任何東西在你的手上 你看這個唇膏 那這裡就是我十月和十一月 新發掘的Favorite 接下來將會有多些不同的Favorite 我猜 因為我買了很多 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的Haul 你們都看到我買了很多化妝品 白禮又再買多了一支 所以 我有時間去玩 這個聖誕節 真的 接下來我是想繼續評論一下新的粉底 不過最近好像 暫時沒有新的粉底出 就是 被不同的品牌 的Holiday collection 不斷轟炸我 現在十二月 大家都應該會很忙 又聖誕節 又 New Year's Eve 然後又有聖誕派對 交換禮物 等等 我希望 十二月也有一個Favorite 給大家看 十二月尾一月頭 我就會做 Best of 2017 的 Video 這個 我自己也很 看回 因為我會看自己 之前Youtube的Favorite 然後我就會選 今年我真的覺得很厲害很厲害 或者自己真的超級喜歡的化妝品 護膚品 放在裡面 我猜大家都應該會 很有興趣看我的 Best of 2017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我 就可以先訂閱我 你們就不會錯過那些影片 對 其實我有很多影片想拍的 例如 Top 10 Top 5 什麼 concealer Eyeshadow Palette 那些 我是想拍的 我將會拍那些 大家 留意一下 有空追蹤我的Instagram Facebook 和Snapchat 下一個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